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合iPhone的圆润边角光是硬壳的开模费用就很可观 更要把能够加强讯号的天线隐身在保护壳里 连最夯的玫瑰金色也没少 这个透明保护壳跟一般的保护壳比起来 成本最少归相四倍以上 开发的过程大概花了我们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成本的话数百万元 零元烧前也要抢进这块大饼 正是因为根据研究机构统计 每台积极型手机的使用者平均会花费20美元 购买相关的周边产品来计算 今年的配件商机上看500亿美元大关 我举例来讲如果说去年的6的市场 在台湾卖了100万只 那6S的周边配件一上市 等于就有100万的客户在等待 可以随时直接买新的配件 再加上6S的用户也买新的配件 所以市场绝对是大于原本预估的需求 随着苹果新机登台 不只过分准备荷包抢新机 周边业者也摸到后货 要来大抢周边财